郭忠祐 進來一隊都好 對中華資棒好就好了 就是當然沒有選到是 是有一點可惜的 我們本來就 就預定就第二輪 會選 那當然富邦他選了也好 我們都希望 旅外這些選手 就是說能夠回來 貢獻給中華資棒 這個都是好事 不管是在我們這一隊 還是在別的隊 大家一起來努力 讓台灣的資棒更好 聽說張立這邊 家裡也有跟你們 稍微質疑一下 爸爸媽媽也有來講 的確是你們說動 他回來台灣 對啦 我的用意也不是說 他回來就一定在我們這一隊 有那個機會當然最好 因為他一直在我們那邊訓練 那我的用意也是說 他是台灣的選手 好手 有那個機會的話就 年紀也差不多到了 就是把他的球技 回來貢獻給中華資棒這樣 然後他自己也可以賺錢 對他對我們都好 所以我那時候才 在日本的時候找 剛好有那個機會跟他深談 然後就跟他講一些 這一方面的事情 那就鼓勵他回到台灣 現在邀請到吳唸廷選手來擔任 開球投手 好的 唸廷要站上投手球 我相信這個距離隊員來說是小事 吳教練準備好了 來 唸廷全場一起倒數 五 三 二 一 請投出 好球 謝謝練習選手 謝謝吳唸教練 我們也邀請兩位一樣 再一次到我們場中壓 來留下一張非常珍貴的合影照片 我們也邀請我們侯宜宗總教練 還有祖宜師教練 今天是六二三號星期天 再向盧臉中 臺崗球運繼續在台北大巨大 要迎戰中信兄弟 講比賽 將我吳唸廷 身邊很開心 為大家請到了正吉義教練 代表獎評 大家好 各位其他棒 大家好 這是一個世代傳承的畫面 我們看到黃中總教練 還有路易斯打擊教練 一起來到場上 過往跟吳霍蓮教練 是兄弟上實習的戰友 是 哇 真的是非常 哇 看到VIZA的隊長 安芝萱為什麼拿這二 因為在上一次要抽籤 決定臺崗今年 集中選會順位的時候 臺崗就是由安芝萱作為代表 抽出這個二號 第二順位的意思 一年一度的季球選擇會 將在六月二十八號 下週五的時候正式登場 所以 以目前的消息看出來的話 臺崗選會非常有可能 用第二順位來指名吳念廷 而且我覺得也合理啦 因為以吳念廷來看的話 其實內野他的手背位都可以 但以現在來看的話 我覺得最適合他的位置 反而是在二的 那當然他也可以試狀況 當然可能現在杜嘉明 他哪幾狀況沒有這麼好的時候 他也可以過去支援賽 就在二三領這部分 我覺得運用的其實也滿不錯 在現在上 對真實教來講說 他也不可能這種 一百二十場場場出來 偶爾要休息 或者是輪替的時候 其實吳念廷 他也可以擔任游擊這個角色